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可以帮我免费订阅 给点赞 分享 留言支持 甚至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今天介绍的手标是一只努力时的114300 也是一只停了铲的手标 也是停了铲的手标里面 也会反思一下这只标为什么要停铲 而且这只标究竟有什么 是比新一代的大家所谓的 彩虹战队 五色战队的那一群 究竟这只标有什么 比现在的身份更加优胜 今天就会讲一下 也会讲这只标是我认为 在这个价位里面最好的一个选择 尤其如果你是喜欢蓝色的手标 一会儿会讲一下为什么 先讲这只114300 这只手标当然是两年前停铲的 其实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得到的关注就没有 近年来出的五色战队那么强的关注 我又不认为是因为他出得没有 现在新的那些那么漂亮 主要原因是他出的时候 就没有去到炒价的巅峰时期 什么叫炒价巅峰时期 当然就是2020年2021年 因为那时候是炒价最瘋的时期 就令到其实什么标看起来好像漂亮一点 因为他的价钱很贵很高 你戴上手不停升值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都觉得 特别值钱 戴上手也觉得自己带一些 有些朋友会这样想 这只手标其实去对比现在新出的41mm 不能否认 现在的41mm的手标 那些Oilster Perpetual 其实 就用蓝面来比较 是绝对没有这只旧款那么漂亮的 那为什么说这只标会好一点呢 39mm 那因为39mm其实就是货 无论你是男或者女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尺寸 那现在就不是了 他就出的就很 敬畏分明的 男装才是一女装 或者中装就那一堆 其实我觉得 36都可以叫男装 不过他就想把 最容易给男女都可以一起配戴的39mm 就令到你没得买一只标 可以两份大 你必须要买了情侣装 或者 怎样都好 他会买多一点 你不能否认努力士敢出 你会买多一点 即 会有人买多一点 令到他销量会多一点 但对标迷当然未必是一个好的消息 这手标对比起 新款 很明显见得到 第一件事 除了刚才说size 39mm 其实比41mm好之外 我自己这么看 除了男女都带到之外 亦是趋势上的 39mm比41mm更加 符合趋势和超纳 不过这也不要紧 更重要是 我们 玩标也好 或者老一辈教玩标也好 玩努力士绝对是玩面 那面是否你喜欢的组合 或者你喜欢的 形状 形状可以是 字形加上 模型的形状 很多 字怎么写 模型的模型 什么颜色配襯 新款是没那么好看的 因为旧这款 第一 很少这样 蓝绿配 蓝色面 很漂亮 放射面 之外有些绿色的点 其实 挺个人 在努力士的 标上面 或者其他牌子 都不是那么多 这个组合 我觉得 挺漂亮 但当然 新那一款 是差点 但夜光点 好像比较多 看看你 上哪一款 我喜欢旧这款 另外有些分别 包括 新基森 新款是新基森 我认为这个分别 对于绿迷来说 应该这么说 对于一个 你日常配戴的人也好 你是超级绿迷也好 其实你真是 不会很知道分别 因为努力士的基森本身 已经是相当优质 尤其这些简单的基森 已经相当优质 其实你真是可以 感觉到difference 机会是好未 新不新基森 分别真的 不是那么大 但是有些东西的分别 是大一点的 就是这日 这个标 曾经阉割过的地方 就作出了改善 这个标有两个地方是阉割过的 第一个就是标扣 他的皇冠就不是 浮出来的 就像一般的努力士 你看到这样 而是打印在里面 扣在里面 建于比较便宜的努力士 这一件事也不是 真的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凸出来还是凸进去 纯粹自己个人观感 有些人喜欢凸进去 喜欢凸出来 没所谓 问题就是 他没有那个 ECLINK可以半格 快调 这一件事是 暗粹阉割了 Oysa Perpetual 旧款的时候 新款现在已经改善了 这个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阉割是 无谓 无聊 亦都是 努力士 一些非常不好的动作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ECLINK和ECLINK 在制作成本的difference 我真的不觉得会差多少钱 但是 努力士又想告诉你 你买低端的产品 Oysa Perpetual 比较便宜 没有Dajus 那么贵 因此 你是要阉割一些东西 你想买有ECLINK吗 买贵一些版本 我觉得这些真的很差 刚才说的制作成本 根本 那就 差不多 你无论要这样做 第二 你这种的阉割 很困于自己的世界 我的产品 有那些 还是以前那些 几十年前做生意 做的那些 好的产品 较好 最好 Better the best 但是这个世界 不仅仅只有你自己 你不能够活在自己的空间 你有其他对手 有Omega 有 Braling 或者有其他 不同的 在这个价位 是可以和你砍的 你肯定严格自己 去 成就 自己贵一些的 那些 因为 Dajus有ECLINK 所以我买Dajus 没有 所以我就不买 Oyster Perpetual 其实有点 不是那么对的 想法 不过他是这样做 亦都很幸運 他已经改变了 这个想法 五新款的Oyster Perpetual 已经有了 那 可能他听到标迷反应的意见 其实 这些也不仅仅在 碗标上有这个情况 很多车都是这样 又用车来做例子 最近经常说 譬如 马沙那部 Lavante 入门版 他总是要直四引擎 又是火辣造型直四引擎 是要严调你的两个缸 你想 V6 或者 六缸引擎 给多一点点钱 其实他没有需要硬去严调 入门版的 直四 但他必须这样做 跟你硬要严调人的扣 是一样 Anyway 努力是这一件事改变了 改善了 我们都给他一个like 整体来说 如果你想买一只 五六万元 差不多的价钱 炒价不多 甚至没有 的 有点 都不算多 的情况下 你买一只 日常可以佩戴的 降露 其实 这一款 或者这个年代 39mm的 Oyser Perpetual 真的无敌 因为第一讲过 尺寸比较好 第二 他的面子比较漂亮 第三 最重要是什么 新款那些 真是贵 比较多 没需要这样做 因此我认为 如果 如果你很喜欢黑色的话 39mm 你买旧款的Explorer 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黑色比较多 想买其他颜色 蓝面 例如白面 这些 就很棒 几万元 一定程度的保值 我不敢说会升值 但大概 值多少钱 第一 第一 第二 防水性能也OK 100米 你喜欢撞一下 什么都好 第三次 就是Low 亦都见得人 日常用又好 其实真的挺不错 那我的 建议 买这些债的时候 永远记住买39 39 39 better size cheaper price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 如果你想买一只入门的努力士 有时就好过买太旧的16233 Dayjust 因为这些带出来就好像 年轻一点 当然你可以喜欢成熟一点 没说不对 但是这个就好像 近近代的款式 而且一个蓝面配合 绿色点 的确是个人 今天和大家讲这一只 14300 这一只努力士的 Oyster Perpetual 多谢各位